中国太平 中国足球协会 女子超级联赛 北京宇宏修缮女族 和杭州银行女族 比赛入场仪式 现在开始 请裁判员 运动员入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屏幕上也是给出 豪州银行今天的比赛阵容 豪州银行目前 这个赛季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只拿到了一胜四平六货的成绩 七个积分排在积分榜的第十一位 主材判员是徐山 两名助理弹判员分别是黄成燕以及黄金 第四官员某明星 北京宇宏修善的队长是五号的于凡 豪州运航这边是八号的吴慈英 北京宇宏修善今天的比赛阵容 豪州运航的主教练高荣明 北京宇宏修善的主教练是于允 爆札 白 fís贽 打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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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可以 呃,北京女红修缮的这个赛季,呃,目前啊 十一轮比赛过后是四胜三平四负,十五个积分排在第六位啊,上个赛季球队是拿到了联赛的第五名 好,台边少侠,您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十二轮北京女红修缮 在主场仙农坛体育场迎战来访的杭州银行女族 今天主场作战的北京女红修缮呢,是一身绿色的战袍,上面是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二号队银行女族是粉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裤,上面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 嗯,这一下 两次球队在上个赛季的交锋当中啊,是各取三分啊,也是平分羞涩 这个赛季的首轮较量当中,北京女红修缮女族是在客场2比1战胜了杭州银行 嗯,杭州银行女族这个赛季其实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啊,只可惜是球队能够领先啊,但是守不住 应该,应该有多达七场啊,至少有七场比赛都是领先后啊,要不然被扳平,要不然是被反抗 所以说球队啊,很多输球都是于此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你像邵宇伦他们面对长春大宗卓越 同样是取得领先 再往上面对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广东女足 也是同样先领先 所以说这无论是打强队还是弱队 好说银行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能够进球但是守不住 这个难题就要交给主教练高如明指导了 好说银行开局打的还是非常主动 航中银行今天给出的首发阵容是排了一个4141的站位 门将位置上一号的梅景彦 四名后卫队员从左到右一次是三号张红霞 四号林锦 八号吴慈英 五号王孟哲 后腰位置上六号的邵诗宇 四名身前队友呢是十号的王惠明 十九号张若南 二十号立小晨 十六号王安南 封献上十四号的海利汉 在Tip正中当中有二号林禅 七号石胜超 九号方欣 十二号刘嘉宁 十三号屈子颖 十八号乌日立格 二十二号刘欣 二十三号谢欣怡 二十五号黄巧月 二十七号于安琪 二十九号傅宇晴 而今天北京雨红修上女族呢是 四五一的站位啊 门将是一号的潘彦宏 四名后卫队员二号何少芬 五号于凡 二十八号吕雨婷 三号彭雨孝 五名中场队员 靠左的是十七号胡亚沙 靠右的是十号姚孟家 居中的三名队员的分别是 七号王延文 十五号吴惠林 以及二十一号何湘南 封献上十一号的王珊珊 今天啊 这个阵容当中 潘彦宏和 王延文啊 两个人是入选了 最新一期的国家队集训的名单 在TIP这种方面有 四号黄晓旭 六号马晓岚 八号孙评伟 九号王新凌 十六号王廷 十八号郑路 二十二号楚桥 二十四号 麦迪乃沙利克 二十六号崔孟奇 三十二号曾宇佳 三十三号王欢 没经验 把球控制住 低点 张宏侠再给下来 刚刚编路啊 这个球拿不到了 北京女红修缮女足 上一轮是三比零 战胜了山东题材女足 进五轮比赛 球队也是保持着 两胜两平一负 这场输球呢 也是输给了 目前排在积分榜 第二位的武汉车谷江纳女足 宇红修缮 现在面对前四的这个成绩啊 并不是特别好 只是打平了 这个广东女足啊 另外面对长春大众卓越 上海农商银行 以及武汉车谷江大啊 球队都是输球了 等下拿住 哎呦 两个人啊没有想到一起 这个就王珊珊啊 这个就王珊珊啊 稍微停的有些大啊 以为上来的队友 呃 杨梦恰会拿这个球 结果两人一让啊 防守队员把球直接断掉 和香男带的有些多 还有 看看这次 这次变路 和香男拿球 直接船应该是个脚球 还是直接 别开到门前,第一点 解位不远,还有 俞凡把球控制下来 现在轮到北京女皇修善女卒来控球 这位是给主场的球迷 这下还是想给身后 张宏霞把球解位掉 彭女校 顺着底线给 再打上来 拿住 再给 这个球哈 女校也是越打越靠后 其实右边是有队友拉开 在要球的 还厉害 中路 再给 诶,这一让啊 把球让过来 右边 这种球想直接打穿对方的防线啊 很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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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啊 也是由张红霞来发 比赛是在下午的四点钟进行 所以说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热的 尤其是太阳照过来之后 现农团体育场 它这个比较老旧了 所以说它这看台只有一层 所以你看这个场地上 也不存在阴阳场的现象 没经验 代表这一下是车里的手球 这下门前的机会 打门囚禁了 北京女王修善女足啊 在主场第十七分钟 打破了将军 这小球啊 门剑是封住了近角 但是古亚莎非常聪明 这一下 是三分钟 说什么 对 好 我就是五分钟 好 又来了 右边 给过来 何江南 扫到门前 哎呦 这一下 门将脱走之后啊 球是弹在了王爷文的脚下 王爷文也是抓住机会啊 一蹴而就 2比0了 这个短短两分钟 北京女红修战 打进了两个进球 何江南啊 这下 呃传的也是非常讲究 他没有传低频球 而是稍微啊 这个球传起来一点 到这个膝关节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点上 其实是最难处理的 啊王爷文 这个球进了之后啊 也是带着 两个赛的进球 再去国家队完成报道 而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应该他就要去 国家队报道了 也许多了 那些人 在这场比赛的里面 这场比赛的里面 是再来的 这场比赛的里面 又是一场比赛的里面 这场比赛的里面 还会说 这场比赛的里面 是不错的 那场比赛的里面 对那场比赛的里面 还会说 谢谢观看 等一下往球门方向去炫 等一下往后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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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态也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叫孟佳 速度完全冲起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赛季啊 是上升到一线队 再给进去列 河江南 这下传中球啊 直接传出了底线 球又被断 你看这三个丢球之后啊 杭州英雄女足的这个后场进攻打的也不是特别流畅了 此前好歹这种出球还能够把球顺利的打到中场附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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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晚一点 好 luckily 叫猜猜狗 我说 油 好 好 上来,再控制球 回家呢,还是这个变动的传众 直接远射了 比赛打到28分钟,裁判员也是给了一个补水时间啊,天气确实比较热,尤其是下午场啊,对队员们这种消耗会更大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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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可能是遇到一点困难 你像上个赛季 是拿到了 第八位 当然了 也可能是 这只去年的圣妈妈 来到了这个女超联赛的 第二个学期啊 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的情况 进去里还有 再打 有一个 这次进球轮到了 21号 何湘南 现在队员们确实有些乱啊 这次进球车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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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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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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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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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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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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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